很多人喜欢吃牛肉 但宁愿去西餐厅 吃88一份的黑椒牛肉片 也不愿意自己在家做 就是因为嫌麻烦 今天这个做法 只要家里有一样调料 你就能轻轻松松 做出西餐厅大厨的味道 首先 牛肉要选这种 新鲜的牛里脊肉 顺着纹路切成厚厚的薄片 然后放葱姜 一个鸡蛋 牛肉想要嫩滑好吃 腌制很关键 这是很多西餐厅 都在用的黑胡椒腌料 用它腌牛排 腌猪排都非常好吃 其他什么都不要放 一勺食用油锁住牛肉水分 热锅凉油 把牛肉放进去 迅速翻炒 炒至变色 这才是牛肉鲜嫩不柴的关键 另起锅 放海鲜菇和青红椒配色 大火炒至断生 再把牛肉放进去 继续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 喜欢吃牛肉的姐姐 拍单试试 以后又多了几道拿手菜